台中民理性男子4號上午 帶著一家三口 從松赫部落攀爬躺馬丹山 那麼疑似反城時路況不熟 找不到下山的路 那麼由於當時太陽就快下山了 身上也沒有帶頭燈食物等等 那麼因此是趕緊報警 那先聽一下稍稍的訪問 好的由於唐馬丹山有兩個主要的登山口 那麼遠景獲報之後 是請理性男子先開啟手機的燈光照明 原地休息 那麼確定位置後 警方研判了 他們應該是在離冷部落的登山口附近 那麼最後僅花了30分鐘 就找到了理性登山客一家三口 那麼確定他們沒有受傷 接續引導他們去登山口取車 最後順利的平安反家